然后它编辑,然后这里有字体可以选择 字体越大的话字就会越大 然后我随便输一些字母数字都可以的 然后点确定 它这个字就上来了 然后左右可以移动 然后保存退出 是保存 然后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选择信息里面可以选到我们刚才编的信息 然后点加等信息 然后点开始打印就可以打 然后整体就这就是它一个外观